今天我听说我们这个团伙差点就上了 说是有人过来挖你们去带货是吧 就买货 能不能把事情说一下哪位说一下 事情经过 就拿那个货差一千两次 不是我先说一下 崔头那个人过来带你去吃饭 就说找你们两个嘛 对啊 然后就 吃饭的时候跟你们说要带你们去哪里那里卖货 去上头 去上头卖货 然后呢还有还有些什么内容 两个都是用那个产品 直接用一下效果好的话 然后都说 就是那你们两个做那个产品的形象代理人的意思 那那你们觉得你们 有哪些优势 那那边那边有什么优势 那边 一共五万点八万 我不叫今天 他那边有什么优势 就是你们去带货吧 他们提供什么东西 包吃包住 一个礼拜给800块 他们有大网红 有大网红 对啊 500多万 有500万粉丝啊 对啊 那你们两个觉得你们有 哪里的优势值得 有这种大公司来请你们去啊 有哪里的优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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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长得可爱我长得优势 我跟你们说 卖货没那么简单 卖货对吧 第一个你要熟悉产品 各种什么性能啊 各种 呃 一些知识吧 细节吧 你要背要背了好多产品的 你没有 我不可能就一款产品 那些东西你们背了明白没有 他说我们先用 用一下 先使用一下 我先用一下 那车总你有想法吗 有啊 我准备跑路了 就明天去啊 对 去 呃 去尝试一下是吧 对啊 去尝试 那我腿 腿哥什么意见 我还没答应呢 还没答应 嗯 那车总去看一下什么情况是吧 抗你一下 可以 车总如果搞得好的时候啊 我也去好吧 可以 嗯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 应该没那么简单 人家大老爷从上头边一过来 找你们 找你们两个啊 对吧 人家还有说什么 还有500万的粉丝大网红 嗯 呃 这个方面我有点疑虑是吧 但是他做事要有原则 他过来 找你们两个去嘛 等于是说是过来挖人是吧 请吃饭 嗯 起码也要请真总吧 第一个这段时间腿哥跟着真总 住宿是住着真总的吧 是有时候真总也会安排 对吧你要把人给带走 你起码也要 好好坐下来跟真总打个招呼 把事情说清楚 没有这样做事的 直接过来就找你们两个 说把你们的要带走 这点我是非常不认可的 知道吧 所以说从这点上面看 我就觉得不靠谱 崔总你要去的话 我不主郎 说实话 我要去试一下 那你去啊 这点我只能说 你也是成年人了 你自己考虑清楚 好吧 如果你去到那边 没吃飞回来了 那到时候 再商量再协商好吧 我去试一下